各位朋友网友们好 欢迎来到看世界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2020年6月20号周一 虽然美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已经降温 房价已经下跌 但是某些热门城市的购房竞争 热度还是相对比较高 有朋友网友们想知道 主要是哪些城市 在这里就聊一聊 目前全美购房竞争仍然高的前25个城市 和他们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 和同比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 这里的竞争指数是指 100套代售房子中 卖房出价后至少有一个报价的占比 但另有媒体解释说是 最少得到两个买家报价的占比 第一名 马赛旧赛州 五四特市 沃斯特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81.8%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77.3% 第二 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纳瓦德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74.5%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65.4% 第三 马赛旧赛州 波士顿 Boston Massachusetts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72.6%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76.4% 第四 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 Dallas Texas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72.3%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73.3% 第五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69.3%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点九 第六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波利斯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九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三点四 第七 加利福尼亚州 圣地亚哥 San Diego California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八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第八 密西根州 底特律 Detroit Michigan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九 第九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Nashville Tennessee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七点二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三点三 第十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六点六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六点六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四 第十二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迈阿密 Florida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二点一 第十三 伊利诺基州 芝加哥 Chicago Illinois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一点七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六 第十四 科罗拉多州 丹佛斯 Denver Kelorado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一点六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七点二 第十五 华盛顿州西雅图 Seattle Washington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一点二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五点五 第十六 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一点一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点六 第十七 罗勒港州波特兰市 Portland Oregon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点五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六点九 第十八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六点九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五十七十七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七十八点二 第十一 德克萨斯州 澳斯丁 澳斯丁 Texas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五十六点八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八点六 第二十二 德克萨斯州 圣安东尼澳市 Saint-Antonia Texas 今年的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五十六点七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七点二 第二十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Saint-Cremantle California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五十六点六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五点二 第二十 克罗拉多州 普林斯 Springs Colorado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五四点五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三点八 第二十五 佛罗里塔州 坦帕市 Tampa Florida 今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五四点二 去年5月份的竞争指数是 百分之六十六点七 以上数据是美国最大互联网 房地产经济公司之一 Redfin 对于三个月五月份的统计数据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 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